这期我们厉害了 我还好奇 傻吗 不要这样说话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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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无聊家赚钱了吗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这期的无聊家 我是教主 我是石老板 哎呀 这一下有了一个代班主播 我们这期呢 又厉害了 因为这期 我们要来锻炼一下 我们的思辨的思维 我跟你说 其实我介绍嘉宾之前 我必须说一个 我的小小的这个小故事 嘉宾都不知道 但是的确真的 先要承认这个 之前我有一段时间 特别的纠结 我纠结各种各样的事 包括出名啊 这个虚荣啊 什么梦想啊 这什么玩意儿的 种种这些 我就一直苦于 不知道找谁得到一个答案 然后我正在纠结的时候 我在微博上看到我两个朋友 他们在B站组织一场辩论 而且是隔着时空的辩论 他们俩离老远 还有时差 在做这场辩论 我一看其中有一个议题 就刚好是站在我这方的 那一刹那 我就明白了辩论的很大的意义 就是你需要一个别人来说服你 所以我就选 我说我一定要支持这个 反方吃方这个人 他一定要好好的辩论 好好骂醒你 不是好好支持我 好好支持你 支持我心里这个念头 我以为你找一个反方 把自己给骂醒来 骂我吧 我就是反方那个吃方 然后我进去了之后呢 我发现正方好强 我最后 最后我就没听下去了 真的是我没听了 因为我怕正方把我说服了 我说我不能再听了 然后那一场辩论 就是庞颖和詹青云 反方是詹青云 哎呦 我记得我说 你怎么不听我说话呢 那我们今天就得把 当时没有说服的那下半场 继续说服你 所以我们很荣幸 这次又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阿庞 大家好 大家好 庞颖可以叫我阿庞 我是一个变手 对 你估计都忘了那场辩论的事 是哪一场比赛 很早很早 不是比赛 哪一场什么辩论 什么题目 我也有点忘 哎呦 因为我 你现在也忘了 对你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辩论 他就是没有听完我说话 他要是听完了 他肯定就记住了 我就服了 听完 我不能听完 你知道吗 我其实听到他说这一段 我特别感慨 为什么呢 我最近做了一个 教人打辩论的节目 我脑子里边想 我的受众群体是谁 我其中想到了一个 就是那些 不是变手 但是去参加奇葩说的人 比如像你这种 教主 对 但可惜我这个节目做好了呢 奇葩说几年不办了 我本来是想推销给类似的教主 小鹿 我上次在上海跟小鹿吃饭 给他推销了半天 把这个节目送给了他 可惜 你们暂时用不到了 我们练一年 我们 你不能光 这节目就是为了教主脱更了一年 哎呀 就是给你一个学习时间 对对对 你看你们这是三板斧呀 对吧 你先开这个节目 然后我学这个节目 然后奇葩说 延一年 然后为了我上奇葩说 下一期的BBQ 所以下次把人家话说完 你再关屏幕 不要先关 说明人家说的很有说服力 对对对 那我们得先问一下 在哪个平台 开了什么节目 开了一个 就是在看理想APP这个平台 开了一个教人打辩论的节目 叫做思辨力35奖 像变手一样思考 思辨力35奖 像变手一样思考 对对对 你设没设定 卖的上限 就是卖到多少 我就再不卖了 没有 我本来想说 我就赶紧包了 你把这节目吓了 别让太多人听到 这个意思 那咱们也可以聊 是吧 这商业合作都是可以聊 有空间的 你把看理想的服务器炸了 它就只能卖一份 我把理想买了 越玩即炸 听玩即炸 哎呀 反正这个大家可以在看理想APP里面去搜 其实搜旁影直接也能搜出来 能搜到 能搜到 我其实也非常见到两位搞喜剧的 我其实特别激动 因为我 我其实也非常想跟你们学喜剧 为啥 我其实小时候的理想是做一个喜剧演员 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 我写的作文 就是我的偶像是赵丽荣和陈佩斯 然后写的那个作文都是什么 卓别林把笑声带到了千家万户 然后这个是我的偶像 这是我小时候的 你的偶像不是赵丽荣和陈佩斯吗 你聊了吧 这个卓别林 古今中外 这个就叫预期违背 小学嘛 不会写配和荣很正常 卓别林多好写 那你这个其实就是相声小品 什么墨剧你都喜欢 只要是喜剧那种你都喜欢 那小时候不懂那么多嘛 我是廊坊人 所以特别小地儿 也没什么机会接触 所以唯一呢 最接触的地儿 就是我们那群艺馆 开了一个相声小品的那种训练营吧 夏令营 我去过那个 就是学学什么小品啊 说说什么单口对口相声啊 这就是我对喜剧的全部接触 但是燃起了我巨大的这个热情 然后我当时就说 我要考这个 当然也不知道 就是有什么专门干这个的是吧 就是唯一能想到 这是个演员 演员就要去北京电影学院 所以我当时跟这个老师和同学 和这个家长就说 我的理想是要考这个北电 北京电影学院做演员 然后后来了 我们这个老师和家长想了想说 人丑就要多读书 你为什么 你别想去北电了 你要不想想去北大吧 我觉得就是小时候学习成绩还可以 被学习成绩和这张脸给耽误了 但谁知道后来在喜剧界 这个是加分项 而且你看人家李雪芹去了北大 也仗也没耽误 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 人生的坦途 就被一些比较没有见识的老师和家长给耽误 你的偶像一点力量都没给你 陈贝斯和赵理勇 哪个是靠脸的呢 非常有道理 确实见识短了 因为有北方曲艺学校 是专门学校的小品 真的吗 他们没有给你 对呀 北方曲艺学校在哪 我没听过 长这么大 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在河北 我真的吗 在廊坊 真的不可能 不可能 不是在天津 就是在河北 是有的 是有的 但是其实你看 我目之所及的所有人 也没有去从事 从学校毕业 我觉得科班出身 是不是会有一点点 就是你接触的太久了 然后你很久 没有收到正向的反馈 有可能中间 揭示不下来 有可能会这样的 你半路杀出来 你还有那个热情 走两步 所以就是说 你现在做也不完 没有问题 哈佛不会耽误你 我们不嫌弃哈佛 我是耶鲁的 我看不上哈佛 人家是耶鲁的 你看看我有多支持 应该多听我的这个 你不要是他的反方 你都支持 学校都支持 那你有尝试过做喜剧吗 我 其实你参加奇葩说之前 他们有没有给你上过一个演艺课 请个老师过来 没有 是吗 我上第六季的时候 他们干了这么一个演艺课 我觉得我已经被正经的 这种教学和学校 限制我的天性 因为那个喜剧课 它第一步是让你解放天性 就是在很多人面前 做很多奇奇怪的东西之类的 我觉得有点费劲吧 我觉得也不是没有机会 可能需要训练一下 对 这事就得怪米威 米威在上一届的时候 他们想给这些变手 培训脱口秀 然后就派了两个导演 来看了一下 我们的单口喜剧进阶课 看完之后 人家决定不用我们了 为什么 不知道 他可能觉得直接的帮助不大 我不知道 但是你看就耽误了 那时候你要来参加 就奇葩说就不参加了 直接来 但是咱们单地人 也去了人家节目 证明咱们这套体系 也没啥大用 你没有上过那个课 你是教 但你从来没有上过自己的课 上下自己的课就行了 遗憾 你看那个游泳教练 不见得会游泳 你就不见得会喜剧 我是干这个的 我觉得 我现在已经就是被我这个正经人的形象限制了 我在奇葩说上有仕途讲过段子 但是大家都是以理解论点的方式来理解我的段子 所以你看 这就是我的好处 因为我之前我是被教主临时抓过来 我之前对您是一点 是吧 我一点不觉得你正经 是吧 你看 这就是后入为主 对 你就屏蔽两拨观众 你让后面的人从来不看奇葩说 然后就看你作为喜剧人的新的形象展示 绝对就 人家独毒什么 至少获得了我这一个观众 我们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我其实看那个在电视上看脱口秀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可以 为什么呢 我看电视看脱口秀的时候 我都只看那个比如说上微博热搜的 或者说我看那个节目的时候 都是从总决赛往前看 所以刚看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人类说脱口秀好笑的概率好高啊 就觉得十个里面九个都很好笑 那这样的话我作为一个人类 我去说我觉得大概率也是好笑的 后来呢 我慢慢从后往前看 看到初赛发现人类说脱口秀 好笑的概率好像也不是特别高 后来我在上海的时候 看了脸场线下 然后发现原来就是好笑的比例 其实并不高 你看的是哪个公司的线下 丹利人喜剧 上海你们也在那干吗 我们干过 也去过 最近上海干了 对对对 两场 对是是是这种感觉 我每次节目完了以后 就会有很多朋友找到我说 想学丹口戏剧 然后我劝提他的方式 就是我给他一本手册 那本手册还挺厚的 你先把这看完 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完 对 我刚才说我举了我这个例子 看这个 比如说看这个上了热搜的 这个脱口秀的好笑的比例 和看了线下的这个好笑的比例 其实这就展现了一个人的认知谬误 叫做什么呢 叫做幸存者偏差 对 那您给讲讲 一会把这三十五讲全讲了 对 这就是我那个三十五讲里面的其中一讲 讲的就是所有的 我们抽样调查的时候的一些谬误和一些偏差 比如说幸存者偏差 我们光从成功者身上去总结经验 就会有问题 对 然后呢 我们必须要从成功者和失败者 所有的人身上总结的经验 这个数据才是精准的 它才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 我最早知道这个概念是有一个挺经典的例子 就是那个飞机弹孔的那个例子 这个就是那个出来的 因为我听的是这样 就是好像是在二战 我忘了 就是说这个飞机 大家就会去研究说这个飞机哪个地方最薄弱 发现飞回来的飞机呢 是翅膀上弹孔最多 那怎么办呢 我就加固这个翅膀吧 因为你看弹孔多说明他老受伤 对 要加固这个事 但他没想到的是 打到别的地方那飞机早坠落了 他根本就没回来 回来这个说明他翅膀是没问题的 对 对 幸存者偏差 对 幸存者偏差 是不是我概括的经验也不能太反反 比如我发现优秀的变手都有嘴 所以 后来我就衍生到 打评论的应该都得有个嘴 我觉得你这个就是第一段上完就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我这个估计都找不着 第一个是怎样避免跟杠精接触 就解决你这个问题了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另外一讲的这个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这个差别 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 所以是一个必要条件 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 必要不充分 你看看 我们不是在聊你的喜剧吗 你这么正经干什么 跑 不可以这样 好好好 我其实还有过一次这个喜剧的经验 我当时在那个美国上学的时候上的一管理学院 就是一个商学院 商学院里面有他有这个帮人找工作的各种学生俱乐部 然后其中有一个学生俱乐部叫咨询 我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咨询师 他一个咨询的俱乐部 然后办了一个呢 随机或者临场PPT演讲大赛 然后他有人问我要不要去参加 我以为是正经东西 那必须是毕竟是找工作的那个啊 我以为正经东西 我说行吧 我就去参加一下 然后就一共全校有四组人 两个人一组四组 我好像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 然后我在那等着的时候 前面两组嘛 都是美国同学 我就发现不对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就是都是那种非常奇怪的内容 然后美国同学讲的那些东西都充满了各种 就是性暗示啊什么之类之类的 就完全是一个脱口秀大赛 根本就不是一个正经的 我以为是个商业计划书 然后让你说 然后就是临场 我就我去这可怎么办 然后我就他们还提供一些酒水 然后我就趁中场休息的时候 出去灌了一杯白葡萄酒 然后就就上场了 然后最后效果非常好 我去我虽然在那个学校干过好多好事吧 但一般也没有人理我 但就那一天之后 我走在校园里 经常有人过来跟我说话 说哎你就是那天那个是不是 所以你也讲了大量的那方面 对啊 灌了个白葡萄酒 你看这我可说不出口啊 然后灌完白葡萄酒说 哎得心意思 这什么呀这是 我发现呢 我当时觉得啊 我这个正经人的样子啊 这个反差有的时候 也可能有一些的喜剧效果 是是是 就是他们美国人都是美国 其他人都是美国人 然后我们这两个亚洲人 一个我一个马来西亚男生 还我这个看穿着 就是以为是商业 商业计划书大赛吧 穿成那样去的 穿成正装去的 大家都以为你是有所设计 有所设计 对都是有所设计 然后这 这个一说话 然后我觉得 别人可能要讲到 五六分的 的那个严重程度 我可能讲到一二分 配上我的反差 就已经产生了同样的搞笑的效果 然后呢 我还利用了一些 因为是一个英语啊 我还利用了 我这个是非母语者 遇到那种过于性内容的 那个那个词 比如说已经在 在那个PPT上 就是引诱着我 把它说出来的时候 我就会说 哎 我是英语不是我的母语 这个词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然后就 刚不知道 对对对 后来我就发现了 我是在什么时候 终于意识到 我那个为啥好笑 是我回来 后来又看了那个 蔡绍芬 用普通话说话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看过 因为他普通话不好 对 所以他说什么东西都特别好笑 因为他有口音 那个特别像那个 这第七季起码说 欢俊 上来那个 钢肠寸断 钢肠寸断 大家已经笑不行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 因为我的英语有口音 所以也格外的加分 就像蔡绍芬用普通话一样 我觉得因为你是很讨喜的长相 所以做喜剧演员是好的 这是一个播客 大家可能看不到我的长相 我跟这个六寿和石老板 还是一家人 都是新兄弟的关系 看到别人的长相 还有点难 看到你的长相 很难嘛 我看齐巴说就好了 我那个时候不如现在喜庆 现在更喜庆了 多了十公斤的喜庆 那你看 阿庞是之前在新加坡也上过学 然后在美国也上过学 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在 咱们先聊一聊 新加坡美国上学的这个经历 但是在那边上学的时候 社团也是报的辩论吗 我在那个 新加坡那边的时候 我其实从中学就过去了 我是从那个国内上班初三 就过去了 到那边先上中学 又上了本科在那边 我在本科的时候在辩论队 但是我在中学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辩论队 所以我就参加一些 类似讲棍大赛 那个即兴演讲大赛 就是干这种事 我拿过这个新加坡全国的冠军 就是因为在舞台上 就是临场的抛给你一个题 那个题我再爱记得 那个题就是但 就一个字 你就用但这个字 然后来即兴发挥做个演讲 然后就就类似这样 我小时候干这种事 所以这是在新加坡的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是一个 是一个新加坡政府的奖学金项目 就是从国内 就是他人口特别少 就新加坡却特别缺人 然后他又特别喜欢要华人血统 所以他们就跑到中国来 在各个城市 然后招这种小孩 然后过去 希望能够让你要不留下 要不你至少对新加坡 产生一定的亲近感 然后这样的话 对他国家可能会有好处 所以我大概就是这样过去的 我昨天做另外一个这个播客 遇到一个主播 他也是跟我同样的项目过去的 然后我俩见面之后就聊天 他就说 你有没有发现 你刚到新加坡的时候 特别容易被 就是本地同学会对你特别的不友好 他问我 我说 当然就是对留学生群体 对外来人整体是有的 落到我个人身上 其实还好 我说为啥呢 我说 因为我们是拿奖学金过去的 你呢 如果成绩太差 别人呢 会觉得你在浪费他们纳税人的钱 大家会讨厌你 但你成绩也不能太好 如果你成绩太好 别人觉得你在抢他的机会 让他产生了一些危机感 然后呢 所以我大概就是处于中间那个 特别舒适的那个 这个状态 你都全国第一了 后来就拿了个全国第一 这段经历上 回来以后 同学看你眼神都不一样了 哎呀 然后就 就是我说 所以我说同学对我都还挺有好的 我说同学不友好都是什么呢 都是那个 都是学霸 然后呢 我昨天遇到那个播客主播就说 我就是这类人 这个就没有 没有同理心了 这个在国内啊 也不友好 对 我说我就是 就是上我们中国留学生过去 因为国内学的数学比较难 所以过去自动就给你放在奥塞班里了 所以我就是奥塞班睡了一觉 抬头醒来 旁边有一个本地同学 也睡了一觉 抬头醒来 他转头看到我说 I like you 就是说我 你跟一般中国留学生不一样 咱俩一路人 我以为他梦见你了 我在梦中 我上人是女校还是 那你当时去新加坡的时候会不适应吗 想家主要就是 想家别的倒是还好 就是特别想家 想朋友想什么之类的 你说你想家 你去个其他的国家还行 那个地方叫新加坡 偷换概念 我那个节目里面也有一期 是讲这个东西 当然会 这是喜剧的技巧 对对对 怎么了 就是对 所以节目呢 就是你正着听是当思辨思考 反着听呢 是可以做喜剧 这些错误你都用了 你就变成喜剧 对对对 断绝了 咱们再看了一下 录节目的可能性 那在那边读的大学是哪个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你看我现在要学啥专业 金管 不是 这一般看的 就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专业 我是学土木工程的 又土又木 其实唱的差不多 是吧 我想的差不多 我想的是什么电气工程 差不多 不是文科 不是 又土又木的土木工程 你就是 想想这个屋 要是能够站起来 那个柱子 凉 需要多粗 用啥样水泥 我说学这个 你为什么会学这个 你的喜好 好像也不在这 都是为了钱 只有这个课有奖学金 只有理工科有奖学金 然后他就是因为本地人学理工科特别少 然后所以他就想让外国人多学 然后他就用钱去激励你干这个事 然后我就去干了 然后干完了之后就跑了 这就不了解中国国情 中国国情 你给钱学理工科 不给钱也得学理工科 是 是 你让我学哲学 得给我钱 因为未来不赚钱 我当时就是跟我爸 为了这个事 就是我家庭冲突 是吗 对 因为就第一 我觉得我不想学理工科 我爸觉得是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如果学理工科呢 就有全额奖学金 连生活费都给 所以我基本上就经济独立 但如果我不拿全额奖学金呢 我就得需要我爸的一部分赞助 所以这两层关系在里面 最后也胳膊没拗过大腿 还是学理工科 但后来就各种转 转转转转转就跑了 对 没有继续干 我特别好奇一个事 因为刚才一下燃起了我一点点希望 你大学才开始接触辩论 是 大学才开始接触辩论 所以到现在才五年 哎呦 这么年轻吗 谢谢啊 这是喜剧的技巧 这个 让我们感觉 你看比如我们之前跟直中学长聊天 他恨不得 30年 生不出来就辩论 他恨不得跟护士辩论 那那个 那个大学那那种辩论的密度很高吗 很高 非常高 我我第一 我是在大学四年进行了密集的四年辩论 然后呢 我毕业了之后就立马开始当教练 既带这个大学生 也带中学生 所以我基本上除了朝九晚五的工作之外 其他的时间全部花在辩论上 所以这加在一起大概有密集的十年时间 然后我参加了奇葩说 然后就是又是另外一种不同形式的辩论 所以其实是从08年到现在吧 就是我的辩论的这个经验 哎呀 又把我的小火苗给打消了 我这饿补也来不及了 还是走特色路线 走特色路线 先学丝辩思维 然后那在你在美国的时候是大概什么时候去呢 我是等于是我工作了四年之后 我就辞职了 我就想说转换一下跑道 我本来在新加坡政府部门规划道路 成规 哎对 就是说你这个要建一个 比如说机场要扩充 或者你建个大型机场啊 周围的路怎么搞 我是搞这个的 然后来新加坡还有路让你施展 哎说的太好了 我就是干了四年之后发现不行 这是个西洋产业 再修就去马来西亚了 咱这路不能再拓宽了呀 西洋产业 实在不行 就侵略别的国家吧 这没办法 太机智了 一下点出来 但是我觉得新加坡的城市规划 大家都觉得做得特别好 而且它是 其实就是罗斯科里做刀场 怎么这个车能在楼里边穿来穿去 就那个挺吸引我 就是试试做的还挺好的 所以我就想说 哎呀有这个做的挺好的 这个这个标签足够了 可以跳了 然后我就没机会干了 你就说都是你做的 都是我做的 都是我做的 几十亿大项目 我是负责人 我就修了一坡 什么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我去 就是下面我要等待 新加坡里边的新字 怎么被你用 加和坡都用 哎呀 哎呀 这个压力太大了 太大了 那我要用心想一下 哎呀 那那当时去美国读的啥吗 读的就是管理 就是你相当于从功课跳到了商科 对对对 我当时其实这样 嗯 其实加坡政府部门嘛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国际背景和国际的了解 但是在政府部门他不太需要啊 他其实不喜欢你多元化 我就觉得我应该跳到一个拥抱多元化 欣赏多元化 认为多元是有价值的地方去 所以我就觉得我要从这种公共部门跳到这种私企部门 所以这种国际公司呀什么之类的 他会觉得你对不同的国家都很了解 这是一个好事 所以我就就做了这个这个跳跃吧 然后当时去了美国 我觉得也挺长见识的啊 然后他那个学校的那个特征 其实特色是公共部门和私企部门 怎么联合起来改变这个社会的问题 所以这个这是耶鲁管理学院的一个一个愿景吧 所以我当时因为这个就就去了挺开心的 在那玩了一年 你也没 你有没有关心公共部门和私企 关心的私人生活的问题 阿鹏虽然是轻描淡写 但每个步骤你想想看 就是如果我现在 我说我要去耶鲁玩一年 不可能 太难了 他还说自己是学长 我们只是度掌握的比较好 够用 但是不能被人记忆很 你再录一个节目 说话的艺术 阿鹏的说话之道 和蔡康永的方一起 这真是好听 这不敢不敢 照顾我们这样的人的心理 那去了耶鲁的商学院之后 也在那边做辩论吗 其实我还真做过一次辩论 但是搞了一个哈佛耶鲁连队 詹青云在哈佛 我在耶鲁 中间隔着两三个小时路程吧 就是隔在美国的那个大小 也不算特别远 然后我们就联合起来 变了一个连队 杀回到北京 参加了辩论世界杯 然后拿了冠军 然后自从那个比赛之后 那个比赛就改变了规则 禁止连队了 我就因为你们俩 永久的改变了这个辩论圈的规则 就是我们创造的 真厉害 人家都是几个弱队 弱学校抱团取难 没见过这么连队 连队强 哈佛我再带拉一个吧 带拉一个耶鲁 我们凑合着来 凑合着来 胡人和太阳合并 别合并 特别爽反正当时 那个时候也是很高强度的吧 是 我就是给詹金云做教练 对 因为我擅长做辩论教练 詹金云就擅长做一个优秀的结辩 对 所以就是 但是呢 一二三辩咋办呢 人家是不管的 对 所以我就是一辩论教练 我得把这个队伍传到一块 然后给四辩一个搭好了 才最后发光的这个机会 对 我就是那个背后的这个教练 那三位是你从街上随便拉来 随便 有一个是我 有一个是在下 另外两个就是学校里边 人确实没啥辩论经验 就基本上新手 对 对辩论有兴趣 但是没有辩论经验的人 然后被我们拉来 短期的进行 集训 最后表现得挺好 是 我 你懂 看来这个节辩真的很重要 我去听节目 二边 二边站前说 然后节辩 厉害厉害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他们说了什么 别还别说 就詹青云这种特点 詹青云是这样的 一二三变打得好的时候 就影响他的发挥 他发挥最好的时候 就是一二三变 不知道在干啥的时候 他就爆炸了 对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我再总结一下 前面三位我们的便友的发言 第二遍说 我说这个意思 我正在说 要给节辩充分的空间 他就可以发挥了 对 那我其实很好奇一个事 我特想听听 就是你整个打辩论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个 有趣的辩题 或者一些个打的方法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次 是熊号 熊号跟我们分享过一个事 是他们当时在双方在打辩论的时候 熊号的持放 就他们那个遍题叫 放下容易 拿起容易 还是放下容易 然后熊号他们就说 放下不容易 然后对方就说 放下很容易 然后熊号站起来 他是三变 就开始刁难对方了 对方便由 我们来玩个小游戏 好不好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 然后咱们来闯关 好不好 然后问了个问题 对方闯过了 当当当 恭喜你 然后就感觉熊号被问的 哑口无言吗 熊号问了个问题 然后对方 蹦一句怼回来 可以 那第二关 然后当当当当 又被怼回来 然后第三关 怼到第六关 大家都懵了 说那你这意图在哪呢 然后熊号说 你看看 对方一直没有放下 对方放不下 放下真的很难 然后对方就 哑口无言了 我说这太流暂了 这事太熊号了 这事太熊号了 这全世界就熊号 一个人这么打电了 这就叫幸春者偏差 剩下这么打辩论的 都被打死了 对对对 就剩一个人 熊号 活血活用 熊号能打 我们以为像他这样 你别像他这样 像他这样都打死了 对对对对 好多人说 新手学黄之中则死 就是这个意思 对 我曾经跟熊号一起 打过一个表演赛 他是一遍 我二遍 我坐在旁边 我都忘了 那个题目是什么 我也忘了 他内容是什么 我就记着他什么呢 站在我旁边 兜里拿出一包火柴 然后碰点燃了 就在我旁边 忘了他说了啥了 然后最后优雅的 手那么一挥 把那个火柴给熄灭了 是不是很熊号 碰点燃说 这是我的太奶奶 她就希望看到 我这道题赢 让她赢 这招你留到 下一季启发术 我等着看 太阴了 录影棚不能有明火 我刚录完节目 拿个激光灯 合着我看到的这种 就是流氓的教书 就是流氓被人记住了 也很巧妙 他这想留到题 让人家真的想要去答这个题 因为他很明显 也是抓住了 大家都是学霸 有这种竞争性的东西 就是执着 又有执着 然后就 你看你放不下了 或者是 我就最简单 你当然放不下 你就是放不下我 所以你才跟我打辩论 要不然你咱就别辩论了 消解这个东西 放下容易 那您放现在就地认输 回家吧 你干不了 就是我方赢了 有这样的人 每个人有 每个人不同招 对 那有没有不流氓呢 印象师的 我这好不容易说了一个 熊号学长 熊号也不是流氓吧 他是优雅 熊号还是很优雅的 对 所以别人用是流氓 熊号用就有他的特质 别人都被打死了 有其他的招 也很那个 你比如说 陈铭学长 有一次用的 这是我最近 我也是最近 我这个节目 正在一边跟 一边一边一边发 我前两天 讲到霸道定义 讲了一个陈铭学长 用过的例子 当然我首先要澄清 陈铭学长 他是一个技术 非常全面的人 语言特别全面的人 他是一个 他人家不靠这个 但只是说在那场中 他用了这么一个招 那场的比赛叫 我不合群 要改吗 他对面是严如荆 你一般听到 我们听到这种题 我们想到了什么 比如说有一个人很内向 就想说 我要不要学着 都跟别人说说话 或者说 我的爱好很小众 我要不要培养 一个大众的爱好 跟大家多少公众话题 或者我以前都 独来独往的 我现在要不要 就是说 我去跟人 约约自习 约吃饭 都是这样的 这个想法 然后陈铭学长 站上来说 我不合群 我要改 但是我不一定要改 我自己 我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我可以让别人 更加接受内向的人 接受独来独往的人 让我的小众爱好 我不学大众爱好 我就继续做 我的小众爱好 做到有朝一日 我的小众爱好 被人看到 对 为啥 这个是霸道定义 就是你能 天底下 你能说出出来的 事都是改变 你改变自己就要改 改变别人就要改 你哪怕社会已经在进步了 你加速了 或者降低了它的速度 也叫改 你哪怕你啥都没干 以前我老因为我不合群 这个事感到焦虑 后来我啥都没干 突然有一天想开了 我不焦虑了 这也叫改 所以这就是包山包海 这个他对面的言如经 就很难去反驳 对 这个如果是在一个传统的 辩论赛里面 你只要站出来喊一句 您方的定义是包山包海 没有给我方留下一个公平的论证空间 这属于一个霸道定义 强盗逻辑 基本上这个评委就可以寄了 就是这个 扣一份 对对对扣一份 或者是给对方寄一份 或者这事 这一趴就不算了 对 但是这个奇葩说 这现场可是不一样 对 你要反驳这个 你至少需要两分钟 对 你一共发言时间四分钟 你反驳完了 自己啥话没说 你这两分钟没了 现场观众还不一定能 一下能听懂 所以这个言如经就特别不舒服 就是这么一招 叫做这个霸道定义 我们学这种东西 第一 我们不是为了号召大家用 我们只是在号召别人 把这种招使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能够尽快的发现到 为什么自己这么不舒服 对 那该怎么办呢 还是要喊 就是说你们霸道 对 你比如说今天老师说 我今天老师说 我说对的东西 我这个是教育你 我说错的东西 我是为了训练你发现我的错误 所以老师永远是对的 这种反话全让你得说 对 就是你这个反应 对吧 好多时候就是这样 你这包山包海 对 全牛逼也随不过你喝了 你 傻玩 对 就是这么个东西 我看评论区有些人说 以前看七八说 可能就看个热闹 这里面举了好多例子 可以看到里面背后的逻辑和技巧 我当然也不是故意要去分析七八说 但只不过因为七八说的遍题太深入人心了 而且大家接触辩论 很多都是靠七八说 对对对 就是可能有时候想到什么事 就想到那些例子了 就会用在里面 不过他说这个改变 我觉得挺 我是真觉得挺有道理的 因为有时候要不要改这个事情 有时候改自己更难 想要改变自己 其实比改变世界 你看起来改变世界是一个很难的事 对 但实际上是 反而有可能简单了 反而有可能简单 因为你其实我觉得 我如果把自己都改了 我活个啥劲 我就甭干了 按照石老板这个意思就是说 与其改变自己对单口喜剧的热爱 不如坐着他等着这个世界改变 去接受和拥抱单口喜剧 对 这不是我们 你们也做成了 我们做成了事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 我们做到第三年的时候 有个拖游大会把我们带火了 所以世界被我们改变了 虽然这个因果关系我就不梳理了 这个因果太好了 学生学长就应该用您这例子 对 因为他说的就是 等待这个世间有一遍被改变 他的改变不一定是我在改他 但是恰是我因为坚持自己 所以我反倒是顺应了这种改变 这个世界总有一天改到像我那么一样 所以我就坚持锻炼 我就活得久 我是想到个啥 就石老板说了这个 我想到一个具体例子 是那个方锦龙 他不是一直在推广国乐吗 然后他在你看他上圆桌派 弹了个琵琶 他用琵琶演奏电极一套 我天哪 他就是任何东西用那琵琶都能演奏出来 然后他在那个B站的晚会 用琵琶 然后甚至甚至弹火影 非常强 那个时候很典型 无数人就去学学果乐 都产生了兴趣 他反而就是那我改变世界就好了 我的确不合群 我抱了个琵琶嘛 但是我就我让世界改变 哇这个可以啊 一般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问两位对方便有 在您放在这个定义体系下 我方说啥 我方才能赢 您给我方轮正了 这个留下 就是您被动的等待世界去改变 都叫做我不合群要改吗 那请问在您的这个定义里边 我说啥叫做世界没改 但了 我说一个我可以反驳自己的 您说来 人的寿命是有限的 你等不到那天 你就挂了怎么办 这个也行 而且就是说 你看这又是星辰者变唱 你看我们等到了那一天 我们现在觉得单口喜剧火了 我们的坚持有道理了 多少人他坚持的东西 他就是火不了 现在研习踩高桥 研习十年 这行业没了 对吧 我要当马车夫 我就立志要当马车 没有马车怎么办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 被淘汰的 再也没有的东西 那太多了 对吧 对吧 你看我 按照石老师的这个 喜剧生涯 已经被淘汰了 对按照石老板的这个思路 咱可以立一个奇葩论 这个奇葩论叫 我不合群 我要改 我要改 改什么 就改变人类的寿命 我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 都投入到研究 如何延长人类的寿命上面去 这个不行吗 我觉得这个 这太车了吧 要录节目 有人这么说 我就摘耳麦 我就走 打开思路 我就 只要思路宽 但这个很有戏剧话 我觉得拍出来特别 就是这个节目呈现效果 就是改变人类的寿命 这个时候 就是要在这边 立论的时候 然后那个镜头 就对在对面 那四个人脸上 看到那四个人 什么表情 都想出机位的调度 辩论里边 确实有这样的 这种奇葩论 我现在已经感觉 有点内伤了 就是自我互博 左右互博的下场 自己有点难受 就是当时 我给你们讲一个 好玩的事 就是詹青云 有一个比赛 他那个题目叫 这个大麻应该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 力大于弊 力大于力之类的 那个题目的原意 可能是娱乐用的大麻 这是几年前的一个比赛 然后詹青云他们呢 不幸抽到了 这个大麻药合法化 但是呢 他们讲的并不是 娱乐性大麻 而是搓麻绳的那种大麻 就是那个东西 在现状 在至少当时的现状 我国的这个国家里面 是一个法律的空白 既没有规定合法 又没有规定非法 所以很多种那种大麻的农民 都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你可以被查 就是有时候说不清楚 所以呢 他们就是为了关心 这样的这个种 搓麻绳的大麻的农民 说这个大麻要合法化 然后最后还赢了 哎呦 这 搓麻绳大麻 这是一个大麻绳 这也是大麻吗 你题目里面只写了大麻吗 我的天哪 那东西学名 也是大麻的某一种 这是大麻的分类 前面有很多十八斤 十八斤 传统手艺人 对对对 所以当时对面是谁呢 当时对面是邱阳 你下边以后有机会遇到邱阳 你问问他 站在对面的感受 他应该录下来 他那个表情 惊的假牙又掉了 奇葩论 我们后来辩论圈有一个词 就是专有名词 叫做搓麻绳 搓麻绳 所以像刚才那种 我要改 改的就是人类的寿命 那件事 在辩论圈就叫 这是一个搓麻绳的理论 这个队又在搓麻绳 就是打这个大麻 这事来了 对对对 形成一个术语 对术语就是搓麻绳 哎呦我天 那你打辩论的期间 有遇到过 比较印象深刻的人吗 印象深刻的人太多了 去奇葩书 我觉得最大收获 就是遇到了很多 印象深刻的人 就各种奇葩 不一定是奇葩书也行 就之前辩论队里面也行 我其实觉得 这么说吧 我说我最喜欢的变手是谁吧 我最远的变手是黄之忠 因为我为什么喜欢他呢 因为我觉得他 每一次辩论 他的目的都不在于说 我把这场比赛赢了就得了 而是说他每次都会 想要说出一点新的东西 给大家一点新的启发 因为说句实话 遍体虽然是千变万化的 但是最核心的冲突 就那几种 所以很多遍体 变来变去 你都会到几个问题的冲突 比如说个人与身边的人 你应该是按自己为主 还是比如说家人为主 社会为主 他人利益为主 这样的冲突 对对对 利己还是利他 这个人性本善 还是人性本恶 就有很多这种经典的冲突 最后好多题目下来 都是这样的 所以呢 如果你按照惯常的思路去辩论 你就会发现 变着变着呢 最后都是一样的东西 对 所以黄上中每次就都 特别另辟蹊径 有时候讲点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上次有一个是我妈追星 我该不该支持 妈妈疯狂应援 疯狂应援 要不要支持 然后他去讲了 就是说这种饭圈的这个逻辑 跟普通的有偶像的逻辑 为什么不一样 对 他就分析这个东西 我觉得很有启发 对 我觉得是一个额外的附加值吧 对 所以这是他 虽然这不见得有利于 他在每场比赛的获胜 但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坚持 和一种骄傲 其实是 你看他这个题目出的 他题目很具体 我们知道聊到最后 肯定是大的话题是很范的 但他由于这个题目出的很具体 他其实就有这种多重解读的意思 你是理解字面意思 还是说你理解他背后那个深意 对 那疯狂应援 你可以管放简 就是追星 就是我喜欢一个偶像 但是他这里边 注意在应援两个字 应援这两个字是 饭圈文化起来之后 一个特定名词 是特定的一种用法 对 就是指这种饭圈的这种 可能我甚至是无脑的去对 偶像的一种投入 金钱上面 而且这个应援这个行为 本身是经纪公司设计出来的 它是有给你 让你 它是一个商业行为 不是你本身 设一个圈套 对 就是有圈套感 那期我记得 对 很有意思 那期我印象最深的 就给我最启发的一个感觉是啥 我们都在讨论 就说 那会导致我的家庭怎么样吗 妈妈疯狂应援 那我没人给我吃饭了怎么办 然后妈妈 妈妈自己有没有自己的追求 对对对对 指中学校是跳出来说 别人看到你妈妈追星 会说 会更疯狂 阿姨都在打call 你要不要更努力一点 连阿姨都这么疯 你要不要再疯一点 大家都要疯起来 就是这个 它一下引申到另一个角度 你这个导向是什么样的导向 对对对 就是让人觉得 就是很有启发 而且因为你没想过这个角度 就第一反应 你都不知道怎么 该回反驳 是 对啊 是有这个角度 是 感觉就是两个英雄 两个超级英雄打架 对 你问问旁边那个桌子 怎么想的了 你问我他的感受吗 桌子看到了 你们俩大家会怎么办 学坏了怎么办 踩到了花花草草 也是不好的呀 对对对 人家那么好 一角度让你解读出来 就这么是 这个我这个就通俗了 这叫类比 通过类比的方法 让大家更容易理解这个逻辑 别人是类比 你这是二比 那我其实想问阿旁一个问题 那你看 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参加奇葩说吗 对 但是我经常觉得 因为我隐隐觉得 思辨能力 其实对于每一个人 普通人都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 我们去看这个节目 那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或者我们的会收获到啥 首先为啥我有兴趣做这个东西 我其实做辩论教练做了挺多年的 而且就是我带了带过大学 带过中学 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国际比赛 然后为什么不干这个事 现在做这个节目 因为我觉得我的兴趣 现在更多的在 我们学到的这些思辨力 这些表达力 如何变成一种可迁移的能力 把它从辩论当中应用到生活和职场 工作学习等等上面去 因为我自己是因为辩论的训练 在生活的其他地方是极大的受益的 然后我也觉得我好像在辩论圈里面的人 上班上他比较多的 所以职场可能也比较了解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重合的这个部分 这可能是我一个独特的贡献吧 所以这是我干这个 所以我那个很多讲那个 比如说某一个概念 某一个逻辑谬误 某一个用法 某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等等 我都会用一个遍题给它引入 因为它很好玩 也很多遍题是我们听过的 但是最后呢 都会讲一些 在生活和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应用 就用一些场景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虚假两难吧 什么叫虚假两难 你生活中常常听到吗 要么瘦要么死 对吧 妈妈和女朋友同时掉河里 你要救谁 我是先看报纸还是先抽烟 这有什么难 对 然后就是类类似这样的 或者别人说 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那你就躺平接受它等等 所以我们生活中 无论是在面临着人生的选择 生活的日常的时候 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 我妈跟我说 我看了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发现了 每天早上跑步五分钟的人 他们活得更长 你开始运动吧 我就可以告诉我妈 这个研究只是一个相关性 没有因果性 这些人并不是因为 每天早上跑步五分钟 而长寿了 可能是有第三个原因 导致了他 比如说他非常注重饮食 非常自律 整个人的生活状态非常不一样 然后他的表现是 他早上有运动五分钟 然后他的表现是 他也很长寿 对吧 实际上你并不能通过 每天早上真的就跑五分钟 来延长你的寿命等等 而且他也没说 延长多少寿命 跑五分钟 延长两分钟 我去 你别跑就多三分钟 下次那齐八说 让石老板亲自参加了 我被淘汰了 我真的去过 我去过被淘汰了 我这样 哪届 我上一届 因为他老被说服 我特别容易被说服 我觉得说你好有道理 但他说这个 我老跟别人说一个 我发现这个事大家真的有不理解 我经常跟人说这个道理 说他们很多人现在觉得感冒发烧 要盖后被子 要发汗 发汗就好了 其实不是 是因为你快好了 你才会发汗 发汗是结果 不是原因 明白 因果倒置 因果倒置了 对 你盖着被子 反倒会让你加重 因为你体温本来就升高了 对 你再弄 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敷冰呢 就让你体温降下来 你又盖被子 然后最后盖个盖 是发汗 那是硬 你的身体硬发汗 是 这因果倒置 也是特别好的例子 我在齐八说里面 听到的我一个 有一个人说 说这个 女性 人到中年不结婚 日子会很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那个数据 一个趋势 你发现那个女性的收入 作为一个整体 它是人到中年的时候 它是会下降的 所以你必须要结婚 因为结了婚 你就有家庭的支持 你就可以度过 这个收入比较低的 这个阶段 这是某一个人的 一个解读 但实际情况是什么 实际情况是 你把这数据一看 是结了婚 让女性的收入下降 不工作了 因为你去生孩子了 你选择了比较 轻松的工作 因为你要接孩子 你要给他做饭 你要去鸡娃 对吧 所以它完全是一个因果倒置的关系 对 这都是我们那个 常会用到的例子吧 就是生活中 工作中 我们 因为人要想真的应用一个东西 他必须从自己的身边 举一反三 他才能真正的内化和应用 某一种理解 或者某一种技能 这也是 这也是为什么 我那个节目 每期最后会留下仨问题 就是让你从应用 或者让你从身边 生活中 工作中 找例子 这也是比较新的一种 很多那种组织培养 或者是那种人才培养的 那种理念 他很多时候给你上课 比如60分钟课 其实课本身 可能就10分钟 20分钟 剩下40分钟 是让你自己 从身边找例子 找应用 只有那个过程 能让人内化 我觉得这种思维 有时候给我的 是一种 让我觉得很踏实 就是这东西是不变的 就是逻辑思维能力 它是不会变的 然后带你的生活 在一个很 有时候很无序的世界里边 对吧 经常遇到一些 你无法预知的事情 很痛苦 这时候怎么办 你就说 至少我知道有一个理论 一个公理在那里 我遵循的生活 我是不会出错的 有时候给自己心理 找一些平静 而且有的时候 你像这个说起来 又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 你跟阿詹那道题 叫要不要理别人的 负面的评论 然后什么 别人给你提建议 类似那个 就是那个 对别人的恶意 你要不要以恶意 回复别人的恶意 对 要不要以恶意 回复恶意 然后阿詹是要 阿詹是要 我站在阿詹那边 我说 对对对 要 然后唱着被阿庞说服 我说不行 我走了 其实是 你说你在表演 这个界这么多年 你还会就是 你觉得 还是相信你恶意 回应恶意吗 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 这两年 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 生活让你 跟我站在了一边 因为会无尽的纠缠 是 就是这是最烦的 是 你就快速的过了就行 人家说 你不好笑 对不起 下次好笑点 这事就结了 真的特舒服 你就过了得了 是是是 有时候 你没办法 你跟他纠缠不清吗 对 对 你跟一个 我不说的那么难听 你跟人在泥潭里打架 你也自己沾得埋身泥 但是你自己不一定能打赢 对 然后我话说回来 我生活中 其实很多时候 我特别喜欢跟 思辨能力很强的人 做朋友 包括来过咱们节目的 这个陶然老师 他也是 为啥呢 因为有的时候 他能安慰到你 首先他同理心很强 他知道你大概 心底是想往哪个方向走 然后你只是纠结于 一些个理由 然后他就会用 他很强大的思辨能力 让那些理由不成立 就告诉你 这不用担心啊 纠结什么呢 还能怎么样 比如当时 我其实很纠结 要不要全职做单口喜剧 我跟陶然也聊过 跟职中学长也聊过 他们俩真的就很快 就能把我内心的一些个纠结 打消 比如我去 我去问陶然 我说这个 我哎呀 好纠结 要不要怎么样 他当然 这句话说起来 现在很好笑 他说实在不行 再回来教嘛 当然后来谁知道 后来还有这么一截 陶然老师马上进军 咱们这行业 培训行业教不了了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 对我来说 一下就点听 我对啊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把这些 想那么绝对呢 包括跟职中学长聊也是 我就说 那个可能收入会下降很多 然后他说 但你要那个时候 你就会想 你获得了什么 然后这个东西 是用你那点钱 能买来的吗 比如你的自由 他老推行一个事 叫起床自由 他的作息完全自由 就是我来安排我的作息 我想几天起 想几天睡 几天睡 这个就行 你别让我上班 就是按时打卡 这个他受不了 他说能支配这个 你这已经太自由 这多少钱能买来 你现在自由吗 不自由 起床还是不自由 然后 各位观众们 如果了解我们今天早上 设计的时间比较早 然后可以问一下教主 整个早上起来的这个痛苦 就知道了 其实是 我觉得你 你的这个纠结 我觉得是很多人 人生中面对的纠结 对吧 是不是 要去做自己热爱的东西 然后放弃一个稳定的职业 就我自己也有这个疑问 我现在还在做一份全职的工作 所以我现在做的一些 无论是思辩力的节目也好 或者平时参与一些文化类的活动也好 这都属于副业 所以我是做一份正职 加一份副业 我觉得那个考量 就跟你之前纠结的那种 是非常一致的 对 人对稳定性 有一个很难放下的一个需求 是 我还有一个想法 因为我 我之前不是做过心理咨询 我在节目里也说过 我说这个心理咨询 最核心的一点 它在于 你在遇到一个很纠结的事的时候 能看到另一种可能 就你 你不觉得 这个是一个死胡同 明白 不是牛角尖之类的 那像你们思辩能力特别强的人 平时 是不是每天就很开心啊 一纠结自己 就想通了 一纠结 就想通了 我觉得 就是你说的这个事 让我想到什么呢 我觉得很多人对辩论有一个误解 就是很多人觉得辩手 就是因为你的立场是抽的 就像你能够帮一个死刑犯辩护一样 你一定是一个没有原则 然后非常强投草 然后为了胜利不择手段 就是很多人这样认为 就是搞辩论的人 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就是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了 职中学长的结果 或者很多人的结果是 他可以同理很多人 他能够发现事情的本质 他能够在事情惯常的思路 旁边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 这是他的结果 但那个训练过程是什么 其实有的时候 就是把自己逼到死胡同里 强制自己 站在一个不讨好的立场 帮这个立场想 他有什么可取之处 其实今天如果有一个变题 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小伙 在自己的这个正职上 做的风生水起 但是他有一个单口喜剧的梦 他要不要去追梦 你如果现场投票 可能是90%的人都因为 都认为他应该 继续做他的正职 只有10%认为他应该追梦 这个追梦的这个 听上去特别不讨好 但是如果抽到那个追梦 那方要怎么办呢 这奇葩说还有90 还有起始票 普通的辩论赛里 没有起始票 你就是最后最终这个 对 所以你真的是要在 他的这个很小的 希望和可能性上 去找点 去想 有什么样的理由 有什么样的角度 可以支持这件事情 是在这样的 不断把自己推到 那种极端的时候 你才会注意到那些 惯常直觉 第一直觉下 会被忽视到的那些角度和观点 那被忽视到的一些人群 或者被忽视到的人的一些 没有那么明显的心理需求等等 是这样的一种训练 让他锻炼出来了这样的能力 所以辩论不是说 一定说认为我这方赢 而是说正方反方 他们都各自把自己推到了极端之后 那观众 你看了一整个完整的辩论赛 你是从这整个辩论赛中 得到了收获 扩宽了这个想法吧 那还是没回答最本质的问题 那你纠结吗 你纠结的时候 是不是奔就想通了 相对来说 是可能容易的 就我觉得 对我自己 这很个人了 我觉得对个人来说 我就觉得 有的时候 有一个固定的立场 并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我觉得我是可以变的 我没有必要就是说 为了占一个立场 而占一个立场 你别人问我什么 我可以说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既能看到这一方的理由 又能看到那一方的理由 所以我不会为了站队而站队 不会为了有一个观点 而有一个观点 所以我感觉整个人 过得比较随和 其实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或者说对于变手来讲 是不是一个矛盾的点 因为在台上 你得不听得输出观点 包括像职中学长 他是有意识的 或者他是有主动性的 说我想要把我的一些观点 放在这里面 但同时 其实他又是最能想通的一群人 他又是不应该 就是说他不应该 保持一个特别强的观点 这样的一群人 就是他是自己最能知道说 反对我的人 是什么样的立场 反对我 这个特别好 那到底变手 他是一群特别有观点的人 还是他不轻易表达观点 人和人肯定不一样 我就说我自己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他昨天往我们一个群里 发了一个表情包 或者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试图去 人不要试图去影响别人 或人的痛苦是消失 是人不要试图影响别人 我当时看了之后就说 我觉得他还是对我有一个误解 他认为我不断的 比如说发微博 不断的公共发声 不断的参与辩论 是因为我认为 我是真理 别人要相信我 我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认为我说的观点 只是为了你提供了一个数据点而已 每一个人做的决策 每一个人观点 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都跟他见过的人 听过的事 看到经历过的东西 它是一个集合 只要我今天把一个 也许你或许在听我说这个话之前 没有想到的东西加入到了你的参照系当中去 这就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觉得不是说你要先相信我的观点 只是这样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参考而已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不会纠结一个人 真的是不是全盘的相信我 只要他听到了 我觉得这就是价值 现在的这个听到就是发表反面的少数的观点 是感觉越来越需要勇气的一件事情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 就是我跟你有类似的感觉 就是我在朋友圈里发一篇文章 不代表我赞同他 是 我就转一个微博也不代表我赞同他 但是我觉得我转 有时候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是 那个方面的 你们都在转 对 比如说某件事情 在受害者的角度上面的文章 你们都在转 对 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说 从反方向去看一下那个问题 我们只是为大家提供一个更完整的视角 确定你这也看到了 确定你做的是一个深思熟虑 有完整性 更完整的信 相对更完整的信息的一个决策而已 对 那思辨能力太强了 会不会就不感性了呢 过于理性 丧失掉一些个情绪 会吗 不会吧 我觉得这个还是 你最近看电影哭吗 我看电影哭 我最近听歌听哭了 你信吗 还是挺感性 就前两天听歌听哭了 给大家预告一下 这是詹青云 他最近跟许飞俩人写了一首歌 詹青云写词 许飞写曲 还没发 但是我听demo给我听哭了 不是是好听哭了 对吧 是许飞唱的 所以还行 如果是詹青云唱出来 就是另外原因哭了 对 我觉得没有影响 好多人就认为 思辨强了 你是不是就不愿意做决定了 就比如说想的过多 行动受影响 或者理性过多 感性受影响 我觉得这都是找借口 并没有一个因果关系 我觉得我个人的经验 就是说思辨能力强 它能让你分析 你此刻说的这个观点 是你的理性 还是你的情绪 它不会让你 它其实不一定会阻挡 你说出一个感性的观点 但你说出来那瞬间 知道说我此刻 我就是在表达情绪 你们别跟我讲道理 我就是要把这事 我就要骂他几句 我才爽 我知不知道骂别人不对 或者在这事里面 他也有问题 我也有问题 我当然知道 但是我能把它摘开 对 我觉得这是表达 就是表达情绪 是每个人一定会有的东西 而且我们要找 如果我能把它摘开 我就能用适当的 事实的方式 去把这个情绪表达出来 不会夹杂着我的观点 有时候你跟人吵架 是因为你讨厌这个人 不是讨厌他的观点 对 但我讨厌这个人 我可以找很多的方式 去讨厌你 对吧 我可以骂你 我可以对你的照片吐吐 对吧 但我要知道说 我不能因此来否定一个 明明你说的 有道理的一个观点 那就把这两个事情给 这是一个诉诸人身谬误 也是我们其中一期之一 以一个人的人格 资历 某一些特征 然后来否定他观点的质量 就是完全不考虑 这个人的观点的内容 完全通过一些其他的特征 对啊 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 我就觉得罗振宇 说什么都是错的 后来觉得不对 不能这样想 我这诉诸人身谬误了 因为我不喜欢他说的声音 他真没别的 就声音 我觉得我不喜欢听到声音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事 黄振宇说什么 我觉得对 好听声音 月儿 我生忧了 这个黄振宇 对 生忧了 是 我这个是一个扯淡的一个事 我觉得你们发现一个问题 有时候 比如说我看一个短视频博主 他最开始是不露脸的 只说声音 只出声音 我就特别爱看 突然有一天露脸了 就不行了 对 或者有的时候是 有时候他都不是说声音的 本来是写文字的 是文字博主 有一天突然开始出声音了 就不行了 就是有这种 有这种 我就想起林默老师 有一次说话 说为什么现在这些个做公众号的朋友们 都开始做短视频了吗 你们难道忘了你们最早 为什么是选择用文字来调答 你们忘了吗 能露脸早露脸了呀 非常有道理 不要忘本 人还是不能忘本 你那张脸 我真是不想看 而且刚才还有石老板 说一个东西 我也很认同 一个好的说服者 他其实是更懂人的情绪的 更懂感性的 他如果要想说服人的话 理性只是一方面 感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 这也是为啥 你举个极端一点例子 为啥奇葩说舞台上 一个讲一个感动人 让能催人泪下的故事 之后没有任何道理 大家夸夸夸投票 就是这个意思 但那个也不属于思辨能力 就是一个好的 你比如说类似陈明学长 或者什么这种 他能够兼顾到两个 不能够又有思辨 又有感动人心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因为人一定是一体两面的 一定是理性和感性 同时在走 这两个人是宅不开的 而且我觉得在辩论场上 它是更展现了 我比较激动的一面 我最开始 为什么会参加辩论 对辩论有兴趣 就因为我生活中 极其的随和 然后有点回避冲突 所以我就想找到一个地方 能够光明正大的 释放我所有的这种冲突性 所以就在辩论场上 你可以肆无忌惮的 攻击对方便有 然后让他出丑 我就不会有心理负担 我让我回到生活中 继续做一个 岁月静好的佛系青年 搏击俱乐部 这个辩论 就是搏击俱乐部 出门遇见昨天辱麻过的变数 俩人竟然都能忘了 真好 差不多 你们体验员不也是吗 好多人在生活中 其实没有那么嗨 当然 但也有的生活中非常嗨 我觉得就是一个能量的问题 比如我这周没演出 我在生活中就会很嗨 我这周演出很多 我生活中嗨不起来 太累了 这就像给家里的小孩 小宠物买一些玩具 释放能量 嗨起来那种 因为你这个节目的全程 叫像变手一样去思考 像变手一样思考 那其实我们就想问一问 你接触辩论到现在 你沾上了这东西之后 接触辩论到现在这么多年来 你会觉得对你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这感谢教主 真是为了把我推销这个节目 这不遗余力 一直往这个上面拉 每个咱们调分履息 每个字咱们都给他摸一遍 什么叫像 要对每一个字进行一个偷换概念的梗 这才是把思辩和喜剧彻底的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对我自己最大的改变 我确实觉得 我变成了一个更谦卑的人 以前那种随和 是因为害怕冲突的假随和 现在是因为看过了太多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变成了真的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真随和 我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精准度极高的真理 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人掌握了一个精准度极高的这种宇宙真理 所以我很多时候看到网上 有些人极其的激动 不愿意跟不同的观点的人对话之类的 我有时候还会感到蛮遗憾的 有的时候对于我来说 比如说我们都相信某一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光谱的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举例 我举了你们后面再咔吧 实在不行 我曾经这个 就是我发了一个就是跟女权有关的一个文章 其实那个不是为了讲女权 是为了讲一个思维框架 就是我那个节目里面注重的都是逻辑思维和思维框架 因为你学了这个东西它比较底层 它可以被举一反三 然后我当时用女权问题举了一个例子 然后结果我这个东西呢 就是被看理想的公众号给发现了 觉得这挺有意思 就发了公众号 然后之后我是被两边的人吧 我是被比较 我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女权吧 可能说我被不女权的人骂 然后我被更激进一点的那个女权 不温和的那个女权骂 被两边骂 我就觉得说 我就能够理解咱们的这个 就是在这个光谱站在了不同的点上 但是这个不同的点之间 不是对话其实的重要性 其实是超过冲突的吗 我们不应该理解一下彼此为什么这么选吗 现在基本上都变成了 我想问问你 为什么是这样的观点 这样的立场 然后就可以直接被骂回来 就是说你连这个都不懂 你不值得 你把这两拨人建个群 然后让他们互相 你作为群众 你撤掉 发个红包赶快撤 你知道这个 这就是那种 发个没归表情 让这群炸了 所有人封号 然后但是我自己的想法真的是什么呢 我的想法就是说 我是真的想要去了解 说句实话 我觉得现在在人生中很缺少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当你遇到了一个你从来没有听到过甚至是不认同的观点之后 你面前摆着两个选择 一个是好奇心 一个是冲突 我们要尽量逼着自己去选那个好奇心 你可以跟对方说 这个视角或者这个观点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你能跟我说更多吗 你能告诉我一些有什么样的信息 有什么样的东西 能够让我理解到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能够让我理解到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就是把我们那种一下骂对方傻 非蠢即恶的这样的一种语言习惯 变成一种更好奇 更提问似的语言习惯 我觉得对这个社会 对每个人的人生心理健康和头脑健康 都会是更好的选择 对 这段我学会了 我这新学历是吧 以前是骂你傻 现在是你觉得你傻吗 提问 你能告诉我一些原因 让我改变对你是个傻 这样的看法吗 没有这种提问 我强点又用了一招 我想起来了 就是同事过来说 我们跟那个谁谁谁合作吧 我说假设你不跟他合作 你觉得你该怎么做 也没表达你自己的 可以 是老板 艺术 你这个听起来就很老奸俱华 对 在Piece和圆融之间 确实是很难取舍 因为我最近 我也是 你看咱们这书图同归了 相当于 因为我一直往网上传段子 传段子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负面的声音 那负面的声音分两种 一种就直接说不好笑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跑过来说 你应该怎么怎么讲 就会更好笑 还甚至举例子 就他很自信 就举例子 我给你举 你比如这 加这么一句 但一句话在我看来超无聊 而且以我的经验来看 他上台一定会很无聊 以前我就会很生气 以前我就觉得 他天天来教我写段子 你一个爱好者 你都不是爱好者 就是你相当于你在电视 电视机前 看了几年中国足球 然后你觉得你上场踢的 比中国足球还好 对对对 你不是开玩笑吗 然后我那天 突然我就在想 我说我还是希望 有这样的声音存在 为啥 因为在我来看 审美的单一性 是最可怕的 就是如果我传了个段子 所有人都说 很好笑 很好 继续这么讲 没有一个负面的声音 一定是丹尼给你买评论了 一定是控评来的 一定是控评了 我看三条 我就知道控评了 为什么又花钱了 给他还花什么钱 因为评论都是那种机器粉 留的莫名其妙的眼 我看过那种 博主的发言令人申请 什么玩意 然后我在想 我是需要看到 有这样的东西的 而且有的时候 你听他继续说下去的时候 你会能了解到 完全不同的想法 你会觉得是 我完全不会改 因为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 我就说 为什么创作者不要听建议 因为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不是你不想改 明白 是你没有能力改 你怎么改 他说你节奏不对 我怎么改 我正好刚才想问你这个问题 我就是好奇 纯好奇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当别人骂你的时候 你是看到骂得没道理的人 更生气 更受伤 还是骂得有道理的人 更生气更受伤 有道理 有道理 恨自己无能 我也这么认为 那个时候真的 所有的怒火 对自己 对对对 对这个世界的 真的 很生气 所以那个 有共鸣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说那 其实继续聊下去 你会了解他的 他的世界观是什么 你可能完全不会去改 但你能了解到 也是有这样的思路存在 就挺好的 你比如我前段时间 又传了个视频 在抖音 然后又被骂 我那个视频是这样的 我说 我讲了个东西 我就说 我经常看到那个 豪华车的广告 我说有的豪华车 没意义吗 你在旷野中来回开 驰骋 没意义 然后 我说你要拍 你就这样 我堵在北京的二环上 然后你给我拍 这么一个广告 就堵车的时候 也能体现出奔驰的尊贵来 讲了这种 这个梗 然后你让人排队骂我 是所有人都生活在北京吗 凭什么拿北京的要求 要求所有人 我这种的时候 首先他没有任何道理 对吧 因为我生活在北京 我举这个例子怎么了 但是我会忽然明白 大家的感受 也是有这种感受 也是有人看到这个段子之后 会有这种感受 我觉得OK的 然后比如说 我之前讲了一个段子 就是因为我完全不吃葱蒜 我葱蒜洋葱 韭菜碰都不能碰 你跟我妈一样 对 我看到了之后 特别恶心 然后我去参加一个节目 是奥运冠军的爸妈 来做一顿饭 这你就没法弄 我就只能祈祷人家 不放葱蒜 结果有 我就在里面表达 我说你看 我看到了之后 然后整个人崩溃 然后那种感觉 然后底下人就 有人骂我 就是那人家还宠着你 你是谁 人为你单做 你这女期好棒 就是这种感觉 我虽然也很生气 生气和我采取行动 是两件事 我如果连生气都不生气 我连情绪都没了 就变成石老板了 石老板没有任何情绪 你知道吗 原来这个点在这儿 就是我肯定会有情绪 但顺着这个情绪 我就在想 我好像试图在让这个情绪 有意义的 就是我很生气 但是我要利用这个生气 去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也是有这样的思路 就好了 那我这个生气是生的有价值 其实我觉得我们得承认 大家的多远 而且就是说 咱们怎么去跟人沟通 我觉得你说 我不吃葱蒜 大家是没有感受的 我对这个事 唯一有一次感受是 我有朋友跟我说了个 这么个事 他不吃香菜 他不吃香菜 我已经不吃 不吃这个事 对我来说是 不想吃呢 还是挑食 还是怎么着 还是吃完会过敏什么的 他给我举例子 他说 我吃香菜 就跟你吃生肉的味是一样 我一下就理解了 对于他的体感 具象化 就是说 说白了 我不吃生肉 我怎么理解 我不吃生肉这个事 因为他心 山 他们难以下咽 我就理解了 所以其实有时候 也是咱们沟通 可能你多说一句说 我不吃葱蒜 我吃葱蒜 就像 人家牛排店 还有三成熟呢 不也是差不多 生肉的味道吗 也有人觉得 生肉很好吃 你瞧不起那些 没有火的地方 这模范 是每家都能用天然气吗 每家都住在北京 像你们大城市 有热水 有天然气 有些人连肉都吃不着 你还说吃生肉的味道 人家没吃过 快饿死 合不食肉 你吃不吃 合不食生肉 香菜给你牛逼的 世界为你 你是不是秀优越感 你牛逼发明一个东西 让香菜灭绝啊 所以 我是一个没有情绪的 一个没有情绪的 我们差点就把他的情绪 逼出来了 好有成就感 我没有情绪的 我有一个 不是 我真没情绪 因为我昨天晚上 刚吃完牛排 你在说的时候 我在回味 昨天那个牛排 真好吃 极致 我有一个意大利同事 我一次跟他吃饭 再说我就流口水 我说我有一个意大利同事 我是跟他吃饭 他跟那个饭店说 我对香菜过敏 后来我说 我靠还有人对香菜过敏 他说不是 因为我说我不吃香菜 他们都忘 对 跟我一模一样 对 你看 所以你看 根源还在你的 我那个段子你都没听 我那个段子说的就是 我说我过敏 是过敏 也不行吗 不是过敏 然后骗他说过敏 一个公司老板 员工的段子 一个都没听过 我这半年一直在米味打工 对不起 这是19年的段子 对不起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19年就打算去米味打工 给你牛逼的 快快吃生肉 我们现在都快 我们现在 你这公司的员工 以及我连屎都吃不下来 这有点过 还是能吃上两口屎 对 反正我觉得 就是有时候沟通对话 就是换一种语言 可能就换一种 人家能理解的语言 可能就行了 就几个问题了 对 还有一个像刚才你说的 就是他们这种 有时候说A的事 反映的并不见得 是他们在A上面的观点和情绪 是他们在B上面的 就跟你比如说男女朋友 一个趴摔门走了 对吧 说你怎么没干这个事 实际上背后的原因 是我觉得你不爱我 对吧 其实这个事有的是一样 你比如说你奔驰 堵在北京二环上 我哪有那么多人 有这个人生体验 我住北京 我都住不近 我开一个外地排号的车 我来六环 我都进不了 还坐在奔驰上 对吧 有可能是那种 无论是仇富 还是什么样 那种心态 引引了这样的发言 你包括有那种很那个的 美国做过一个研究 他们研究人对 变性人的那个看法 对 然后后来还发现一个什么呢 同样都是变性人 你比如说再从一个性别 变成另外一个性别的 整个过程中 大家对他们的这种 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真的完全变完全了 那个接受程度 也是相对高的 是中间那个状态当中的 接受程度最低 为什么 因为人的认知里面 有一个习惯 就是把所有看到的东西 要分类 分门别类 因为这降低我们的 认知的这个消耗 然后当我们在中间 这个状态 当一个东西 不能够被容易分类的时候 人就会产生一种厌恶 因为他消耗了我们的认知 所以你觉得 他可能不够友善 不够什么 但其实是另外一个东西 在作祟 所以人了解了自己的这种认知偏见之后 他可以让自己变成一个 知道自己那情绪哪来的 这样的一个事 火 这个也在节目里吗 对 是一个例子 这节目一定真的 大家好好听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 听一百遍 是一个我们在这个节目里想讲的 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人有这个二机管思维 非黑即白 对 或者你对一个事 要不就是支持 要不就不支持 一个站队思维 但实际上这应该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光谱思维 对 这中间有太多的灰色地带了 对 不能那么简单的去给人贴标签 通过这样极其简化的方式 去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 这样对人的心态和头脑都没有好处 关键是我感觉这个人过了30岁 就周围的人 他就特别容易走向这样的一个心态 非黑即白 刚才你说好奇心的事 我保持好奇心 是我要付出大量的精力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太累了 所以呢 就是你看大家累的之后 就会刷一些抖音呀 刷一些微博呀 那他们的逻辑就是 你喜欢什么给你推什么 你不喜欢东西就 你就接受的越来越少了 然后长此以往 你就觉得你的那个世界 就是你抖音里边那些人 是 所以我觉得可以从科技手段解决 对吧 你下一个反微博 微博是刚开始注册 让你选你最感兴趣的人 你选了20个 就不给你推 然后给你关注全部所有的其他人 我最喜欢哈佛 关注耶鲁 我最喜欢哈佛 然后给你关注的其他 就跟学习没关系 佛学院 佛学院 我信佛 然后佛学院一条都看不到 看全是基督教的 要命 放进这人 哎呀 总之啊 这个还是感觉 学一些思辨的能力 你在日常生活中 真的会变得一个很丰富的人 就不再是一个 你就直接左右 你反对我 你就去死了 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对 我感觉你看我们也想认知的外部世界去交更多的朋友 但有时候我不那么做 就是我缺少工具 是 我觉得没有思辨就是一种工具告诉你 当你这个事情你不熟悉的时候 你用什么样的思维框架去分析它 然后把它接入到你的可认知的这个范围里边 对 就是把那些思维工具加到我们常用的工具箱里面去 其实可能就十几二十件东西 但是你可以用这十几二十件东西去处理这个万万千千的不断的变体 哎呀 然后就让我感觉跟这个现在的大势 就是大家的这种感觉有点有点就叫什么不合群 因为现在更多的是在网上宣泄一种情绪 就我管你什么思辨 就得是这样的 然后你一学思辨力你就变成了那个不合群了 但你长久的不合群下去 让别人看到你的厉害 你就改变了世界 你一个陈明学长的小粉丝在此 说了回来 所以 这是一个callback吗 我也是一个脱口秀观众 真棒啊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去看理想app 去搜思辨力 像变手一样思考 然后记住了这个节目 然后可以购买这个节目 然后学学思辨力 让在生活中变成一个很丰富的人 最重要的是能够变得不再是那么飞黑即白 因为过度的使用情绪真的很伤肝的 各位 刷一碗肝最好 这是人类保存的最健全的肝当 没有用过 因为从没有情绪 我都转移到脸上都憋搭了 末梢神经坏死都把上面憋搭了 但肝是完美的 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去关注一下这个节目 早点把思辨能力用起来 那这次呢 也非常感谢阿庞做客无聊瞻 也非常感谢阿庞在节目里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东西 让我们也很受启发 各位听众如果想跟我们继续讨论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也可以直接在 就是如果想直接问阿庞问题的话 就在看理想的节目底下 买了之后问人家就行了 人家都会细心 我有时候会回复的 会回复的 看什么问题 你骂他就行了 你不觉得35集有点短吗 这种就没法回 所以非常感谢各位这次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感谢二位 感谢二位 谢谢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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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